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 当时没有飞机没有火车 我们还要考虑到当时的一种地形 我们可以发现在华夏中原地区 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原地区 我们会发现中原地区其实是一个非常闭塞的一个地方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们要从全世界的范围 从全人类文明传播的一个宏观去看 中国所谓的中原地区 它实际上是被太平洋 南亚的珠三系 包括西南亚的清大高原 和北亚西北亚的温带荒漠所隔离 我们现在去翻翻世界地图 我是教地理 我教了十几年地 这个在我心中都是一目了蓝 但我们朋友们可以去翻一翻 看我说对不对 你所谓的中原地区 就是相对于我们自己的本土的来讲的 它是中原地区 其实在整个世界范围看 这个中原地区是非常狭隘的 我们自称的这个中国 其实这是一个近代民族主义的含义 我们古代没有中国这个名词 我们古代是什么 是各个朝代 我们顶多来说自己是华夏 是中华 但不会说我们是中国 国这个概念是近代概念 但是我们要知道 除了传播时间的传递增长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是它的传播价值在逐渐地递减 我们要这样说 因为离核心文明越远 你传播到边缘 它所含的含金量是越来越低 如果我从这个层面上解释 你不能理解的话 我举个例子 当青铜器在苏梅尔城邦 他们是用来神庙里面的一个神像用的 祭神用的 但青铜器传到了中原 传到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鹰商 晚期 没所不得了尼亚风格 鹰商的风格是晚期 没所不得了尼亚风格 我们的青铜器是用来干什么的 很多朋友说我们看过顶 这个顶是什么用的 顶是三个主或者四个主 下面是烧火烧柴 要真煮东西 煮什么东西 我说来大家可能不相信 煮的是人肉 煮的是战俘的肉 当时的环境不是现在这种国际环境 当时是彼此之间各种力量之间有军事冲突 有军事冲突之后 这个我们这个祖先也好 可能不是我们祖先也好 因为我们汉主人是杂种 他们殷商时代用青铜器来煮这个战俘 对方战俘首领的肉 然后吃人肉 你说这个话你太太太太内容 中国人怎么吃人 这个话又错了 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华下祖先 我们这个文化起源高度不低 开局的时候高度不高 而且这个顶它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 三足顶一言九顶 它这个权力崇拜 是个吃人文化的开端 它要比两河或者埃及的神灵崇拜的格局要低多了 人家崇拜的自然神 包括传播道 巴蜀文化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三星堆 它的神术 它的神面具 青铜兽面具 它都是神灵崇拜 神灵崇拜要比权力崇拜要 格局要高多了 这个我在前面解释过了 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你一个是世俗权力 一个是这个对自然神的崇拜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时候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所说的自古以来 中华文化就博大精深 这是一个彻底的谎言 谎言在于它的两个基础都没有 第一个何谓中华文化 这个定义就是错的 我们所谓的华夏文化 它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它的核心的价值都是从国外传来的 或者说它是从中土之外的地方传来 但是没有国家这个概念 另外它的价值观体系也是最边缘的 它有可能被白宁海峡隔离的印第安 比这个七万年前早出去的这个土著人 一万三千年前离开亚欧大陆的 去北美的印第安人 它的文化层次可能要高一点 因为我们毕竟留在了旧大陆 但是我们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 各位可以想一想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社会 各位可以想一想 我们的跟全世界核心地区的文明的交流 是不是最困难吧 答案是下一件 我们中华文化能够形成自己的特点 能形成自己的特色 原因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先进 而是原因我们远离了世界文化的中心核心区域 我们享受的价值观体系中最灿烂的那部分 成为我们的核心 这个核心就构成了未来的大一统 和我们所谓的君主专制和中华专制的社会结构 这个结构影响了我们华夏后代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最后造成了我们今天走向现代极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跟中国华夏的文化选择方向是有联系的 我正庆幸于自己发现的一些关于文化传播现象的新发现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件事件达到我的这个学术研究 这个事件就是2015年震惊世界的709事件 709发生的当天7月9号 2021年7月9号 当时夏天暑假了 我在家 我正在家看书 然后门外有警察来了 敲门 我当时在老家 2015年我已经回去了 来了大概有三车警察 有苏州当地国报 因为我们扬州当地的国报 两市 据说还有 这个因为我是后面听说的 据说还有江苏省公安厅的人 又要把我带走 当时我就没有肯走 当时我是做好准备跟他们同归于经 我手上拿了两把菜刀 我还把家里的煤机罐打开 把打火机在那边 你们冲进来 我就跟你们同归于经 共产党说实话 他们对那些暖弱的人 他们是非常勇敢 但是对我这样不怕死 他们还是怕死 我这样一个态势 跟他们拼命的话 他们最后没有把我捉住 但是在我门口堵了我六个小时 这个事情美国资讯上有报道 我后来才知道 我当天如果跟他们走了 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就跟庆林有其他案件一样 就跟庆老师一样的结局 我可能现在就不可能在荷兰 跟大家来分享 我的一些学术心得 我只能在监狱里面继续 搞我的学术研究了 或者为党国创造利益 或者我的器官贡献给党国的精英了 这都有可能 问题是 清英就他们为什么没敢抓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这个有精神病 为什么我有精神病呢 这个话说起来话长了 为什么我是有精神病 因为我有对神灵 我是一个有神认识 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那么这个有信仰的事情的发生经过呢 确实有点蹊跷 那我是怎么会去精神病院的呢 我觉得我卖一个关子 我在下一课的时候再跟大家讲 我盼录 为什么没有在台开始说我精神病 我讲了 现在已经讲了17课 今天这个课已经17课 我在今天的这个介绍中说 我盼录在中国的共产党的权威的医学 简构之下 我被迫害成了他们所谓的精神病 谢谢各位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